夢想家應該有一個伊隆的團隊 跟太陽隊是一樣的 不然這些球員健康 回歸怎麼會這麼... 打得這麼好 沒錯 在同一個位置 總算是開火 成隊啦 所以他只要Hand off之後 後衛都有一個潛入的空間 去做執行 阿基把球救回來 但拋在了對手身上 適時的把大V 做Piccan roll的時候 拉到外面去做防守 不然他在裡面不出來的話 其實... 真的要在裡面投 就只能用這種高拋球去得分 第一個比較少見的狀況 籃板球沒有保護好 阿基這一次的傳球 直接被操了 小心後面有鬼 夢想家把球操 不過我認為彰化的籃框 從夢想家打一比有時候 我覺得這邊籃框 確實看起來是比較軟一些 是 轉換攻擊現在慢慢的... 尤其是在國王打七場比賽 就是受到了十字面對待傷勢的影響 本機報銷 Berrygo 外線出去的傳導 阿良看到沒有機會 不過時間還是夠的 要小心曼尼高的快手抄截 曼尼高 最後能夠獲勝的話 兩邊的差距 勝差會來到一場 沒錯 那至於夢想家獲勝 就會差到三場 所以這也是一個分水嶺之戰 對 光顧 節目裡面也不斷稱讚 威婷的單打能力 其實是非常強的 對 外線投射在湖底 對 剛剛這一波曼尼高 我們看一下 哇 曼尼高 擔場個人 可以說是為夢想家帶來的即時運 你知道嗎 哇 但這一球直接被操掉了 調整腳步 聽從上籃得分 這一球放進之後 哇 曼尼高 哇 曼尼高